皇朝二入长安 官军剿匪联盟土崩瓦解 前线总指挥 凤湘节度使政田也在兵殿中离开了凤湘 前总指挥 淮南节度使高片 迷信鬼神急而不发 一时间群龙无首 天下枭穷士气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新武代演绎 我是杨丽辉 小胖内里宣西逃 没有通知任何人 等到了新元才下诏给各地的官员 早早逃出长安的官员和神社军将士 纷纷到新元逃奔皇帝 从京南逃北京市的王夺 已经重新被受为同平仗士 他也赶到了新元 之后他又随着李轩一起到了成都 不过田领芝不喜欢王夺 每日只是让李轩和宦官在一起 几乎没有给王夺接近李轩的机会 郑田从凤湘来到成都 辞去了都统之职 高片在淮南装模作样 不肯发兵 朱镇各自行事毫无章法 王夺觉得自己作为首相 天下危难之时应挺身而出 于是上昼要求初穿平乱 王夺这个人很有争议 在京南不战而逃 现在却主动要求去平乱 史书上没有详细说明缘由 但根据前后知识 合理的推理 会发现王夺初穿的主要原因 是他一直受田领芝的排挤 在成都一年 他都没怎么见到过皇帝 个别说得到作用了 综合二年 公元882年 正月在王夺的多次要求下 李宣同意让王夺出川平叛 受王夺为中书令 诸道行营都统 全知一成军解渡使 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 名头听起来很大 并没有实际上的兵权 一个都统没有给实在实的解渡使 只是全知一成军 说白了就是临时代管一成军 可见田领芝是多么排挤王夺 不过作为都统 平凡宗指挥 李宣还是给了王夺 受官败将的权利 王夺上任后 第一件事就是奏请 让元西川极度使 被田领芝排挤成太子少师的 吹岩前为副都统 为团结各阵 他们二人由奏请 受中武军极度使周集 和中极度使王重荣 为都统左右司马 和阳极度使诸葛爽 宣武军极度使康诗 为左右先锋诗 赶化军节度使使谱 为崔前刚运朱水防恶使 一武军节度使王夺纯 凤湘节度使李昌岩 富方节度使李孝昌 夏水节度使徒拔师公 分别为京城东西南北四面都统 濒宁节度使朱梅 为河南都统 兵让中枢舍人郑昌图 为异成军行军师马 闪国观察使王重荣 为东面都工军使 让他们带兵讨贼 同时朝廷还受杨复光和西门师公 为诸道新营都监 唐廷调兵遣将 黄朝也没有闲着 在朱温打败李孝昌 托拔师公后 黄朝受朱温为铜州赤死 铜州是进军河中的必经之路 此时的铜州 还在唐军的控制之下 受朱温为铜州赤死 黄朝是要朱温自己去铜州 2月朱温带兵到达铜州 铜州赤死逃往河中 朱温占据了铜州 这一天部下来报 说捉捉了一个美人 要献给大帅 当朱温看到这个美人的时候 呆在了当场 虽然这个美人穿得很破旧 朱温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 她就是当年在宋州邂逅的 那个张家小姐 不由的失声道 你不就是当年 宋州刺死张蕊的女公子吗 张小姐一听 前面的将军 竟然喊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也是一惊 抬头看了一下朱温 回答道 正是小女张会 直到这个时候 朱温才知道张家小姐的名讳 叫张会 有一说一 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张氏 具体叫什么名字 张会这个名字 只是流传的比较广而已 为了更方便地指代她 咱们整体就称呼她为张会吧 朱温连忙道 快进去快进去 咱们都是老乡 遇到冰坏 让你吃了不少苦头吧 眼睛一直盯着张会 张会 张会 到了后堂 见周围没什么人了 朱温说道 自从当年在宋州郊外 我目睹你的方容 我的心中再无他人 我早已立下誓言 非你不取 近年来东奔西走 时常打探你的下落 可一直没有你的消息 时至今日 我尚未娶妻 苍天有眼 让我们再次相遇 当年宋州现后 张会并没有特别注意朱温 他没想到 自己和眼前的将军 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奇缘 也暗自感叹 命运之巧合 听到朱温这么赤裸裸地 表达爱意 禁不住满脸通红 不知道说些什么 朱温召来丫鬟 带张会到屋中休息 张会没了父母 自己也走投无路 眼前的将军 看起来还不错 也算是个归宿吧 就接受了朱温 朱温选了一个好日子 明媒正曲 把张会取进了门 这段乱世奇缘 算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张会不仅有学问 而且聪明贤惠 朱温在做决定前 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张会给的意见和建议 朱温几乎无不听从 朱温得了美人 自然想天天溺在一起 可没多久 朱温又接到皇朝的照令 要他带兵去攻打河中 朱温是王重荣的手下败将 之前王重荣背叛皇朝 皇朝派朱温和黄叶 去讨伤王重荣 被王重荣打败 还丢了四十手传的粮草 朱温领命去河中 王重荣主动迎敌 打败朱温 朱温数次尝试反击 但每次都被王重荣打败 无奈他只好扎营聚首 并向皇朝求援 长安这边 王夺出川时 向皇帝要了一些山川兵 他囤兵在灵感寺 让京元 兵营 凤祥兵 囤京西 义武河东兵 囤京北 宝大 丁南兵 囤东北桥 中武兵囤京南 四面河围皇朝 宝大和丁南 分别是富方和下学的军号 是朝廷为表彰两地特赐的 皇朝被四面围住 号令不出通话 长安的百姓 这次学聪明了 两步相帮 逃往南山 修筑栅栏之宝 以至于农田荒废 无人耕种 梁价高达三十米没斗 皇朝军没吃的 就到山里去抓老百姓 把老百姓卖给官军 换取粮食 有的官军 在这个生意挣钱 也到山里去抓老百姓 每一个百姓可以卖数百米 皇朝被官军围在长安 长达数月 其间他派上让 带兵去攻打宜军 这一年特别奇怪 七月正值酷暑时刻 宜军竟然下起了暴雪 上让军身穿单衣 被冻死了山城 只好退兵回长安 河中这边 等了半年 求援信发了石渝风的朱温 一直没有等到皇朝的援军 朱温觉得 其中必有隐情 就派人去长安打听皇朝 为何会见死不救 皇朝会议下 有一员战将名叫孟凯 他称说朱温在东卫桥 大败官军 得胜后 皇朝让朱温去同州 他则被留在了长安 他妒忌朱温战功 把朱温的求援信 全部隐瞒不报 朱温得不到救援 又打不过对面的王重荣 加上皇朝被官军围困在长安 随时有负面的危险 就有了归降官军的想法 不将谢同劝说朱温不如直接归顺唐庭 有人这么一劝 让朱温更加想投靠冠军 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 由于不觉得朱温写信给妻子张慧 说自己想投靠唐庭 张慧回信极快 信中力劝朱温归顺朝廷 有了张慧的支持 朱温决定背叛皇朝 归顺大唐 想投降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军中的将领并不是都和自己一条心 尤其是监军严实 他是皇朝的心腹 自己要背叛皇朝 严实肯定不会同意 朱温和幕僚设了遗迹 以商议军武为名 把严实诱骗到朱温打赢 朱温趁严实不背 一刀就杀了严实 然后出仗点兵 大声的宣布 全军归顺唐庭 将士们被围 也觉得不做点什么难有何路 现在大帅要投降 那自己跟在后面 也算是有了一条生路 纷纷赞同朱温的决定 朱温派人送信给王重荣 表达了归顺的想法 并请王重荣代为转州朝廷 王重荣接纳了朱温 并让谢同去成都念见李轩 朱温很感激王重荣 把王重荣当作舅舅对待 王夺受朱温为同华解读使 华州的李翔 直到朱温投降王重荣后 狠受器重 也想投降 可惜他毛死不密 监军禀报皇朝 皇朝派自己的弟弟 王业到华州 杀了李翔 并接任华州赤死 后来李翔的旧部 又干扰了王业 推王玉为赤死 投降了王重荣 成都的李轩 得知朱温归审了朝廷 很是开心 下诏受朱温为 右金武卫大将军 河中兴招讨父使 并赐名为朱玄宗 四年前 朱温还是刘同家的长公 做的美梦 是做金武卫取张会 没想到短短四年 他就把两个愿望 全部都实现了 朱玄宗这个名字 是皇帝亲赤 史书上从此 就改称朱温为朱玄宗 但因朱温这个名字 太过知名 咱们后文 还是称呼他为朱温 现在的大同军 黄玉使是赫连夺 他和李克举联兵 打败李克用后 被朝廷受为云州赤死 大同军黄玉使 就是说赫连夺 窃取了李克用的果实 所以李克用 最恨的是赫连夺 其次是李克举 玉州是李克用的伤心地 他占领戴新二州后 就发兵玉州 河东杰都市正通党 联合镇武军 天德军 大同军和鲁龙军 讨伐李克用 赫连夺和李克举也知道 如果李克用东山再起 肯定是自己的心头大患 所以这几阵中 属赫连夺和李克举最为卖力 赫连夺李克举联军 在玉州设置防线 想续写之前的胜利 李克用的杀佛军 机动性和冲击性很强 如果不是像之前那样 做好十分的准备 想拦住很不容易 联军被杀佛军一冲击 阵型就乱了 赫连多李克举 只能后撤 重新收拢阵型 李克用在玉州小胜 不代表他有能力 击败武镇联军 他也知道自己应当下去 早晚会被冠军湮灭 他给朝廷上了降书 李克用的投降 不像朱温直接投降 对面的左专部队 他的意思 是双方各自退兵 我还占我的戴心 你也会你们的驻地 咱们修兵不战 朝廷知道李克用的心事 没有像检纳中原 那么爽快地答应李克用 李克用一边上表请降 一边侵扰 并州分州等地 义武军截斗使王楚纯 和沙陀四代殷亲 唐主李轩下转给王楚纯 让他告诉李克用 如果真心降服 就乖乖地退回硕州 如果继续像现在一样 一边表忠心 一边会乱抢 那朝廷会继续围剿 河中这边 王楚纵收了诛温 实力进一步壮大 但他依然没有信心 打败被围困的常人皇朝 他对行刑督间杨复光说 我投降过皇贼 辜负了皇恩 想讨贼立功 怎奈实力不足 如知奈何 杨复光说道 燕门的李克用 手握强兵 小勇善战 其父曾和我 父一同共事 关系很好 他也有为国尽忠的志愿 现在他之所以不来 是因为他与河东的正从党 有嫌隙而已 如果朝廷劝欲正从党 再诚恳地照用李克用 他一定会来 李克用来了 皇贼 岂不轻易平定 杨复光的这个提议 很多人都觉得不错 都统王夺也在河中 他以默示召李克用 并劝狱正从党 让他不要再针对李克用了 李克用和正从党 接到王夺的司令后 霸兵撤军 11月 李克用刘其父李国昌守在戴州 自己集结17000沙多兵 南下河中 这一次 他因南州十州行军 绕过了太原 为了表示对正从党的尊敬 他另外派数百骑兵 走进阳 专程和正从党告别 正从党还正从党一些 名码和金钱给杀脱 李克用和正从党的恩怨 算是画上了句号 朝廷受李克用 为燕门揭露史 李克用一路南下一路招兵 到河中的时候 队伍规模达到了4万人 他派自己的堂弟李克修 带兵500 现一步渡河探路 沙头军穿的衣服是黑色的 当时的人称呼沙头军 为黑牙军 黄朝的人听说李克用来了 时下议论说黑牙军来了 应该避其锋芒 黄朝就派人 招了南山寺的生重十数人 并让使者带着肇数和钱财 去结交李克用 南山寺的生人 曾经杀过李克用的弟弟 李克用来了个绝境三年 杀掉生人 收了钱财 烧掉赵书 意思很明显 老子不想和你玩 黄朝的结交 在李克用眼里就是认怂 他大手一挥 全军渡河 囤扎在同州境内 时间来到中和三年 公元883年正月 黄朝派弟弟黄奎带兵抵御李克用 李克用派部将李纯真 在沙院大破黄奎 王夺受李克用 为东北面新英都统 成都这边 田领之禁禅 说王夺出川一年 讨贼无功 就连打败黄朝的沙陀军 还是杨复光的主意 就让李轩下诏 受王夺为异成军截斗使 让其赴阵 王夺本来只是全支异成军 现在受为截斗使 这是重用了呀 实际上 王夺最大的权柄 是都统的身份 他可以以都统的名义 征调任何一阵军队 现在田领之受他为异成军截斗使 和要求他道征夫人 实际上是夺了王夺的都统持权 副都统崔安前 也被改设为东都留守 统筹全局的大权 交给了杨复光和西门师公 杨复光和田领之不合 田领之想通过这样的手段 拉拢杨复光 同时田领之还把统筹全局的功劳 安在了自己的身上 说自己提议姓鼠 才保住了大唐社稷 让宰相们上咒 请求加封自己为 十军十二位官军农使 十军指的是左右神策军 左右射程军 左右神武军 左右羽林军 和左右龙武军 十二位指的是左右魏 左右萧魏 左右武魏 左右威魏 左右领军魏 和左右金武魏 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央禁军 王夺和崔安前无奈 指得附阵上任 2月15 李克用禁军前坑 和和中 义武 中武等军会合 官军总兵力 预计有十万人 皇朝派上让 带兵十五万 吞梁天碑距底 大战一触即发 第二天 开战 双方都知道 这一战关乎全局 必须要使命地打 所以这一战打得极其惨烈 从中午打到傍晚 最终上让军战败 死亡数万 扶持三十余里 估计官军这边 伤亡也不轻 梁天碑之战 是皇朝之乱的关键战役 但史书上 对打仗的过程 记载却很简略 与此同时 皇朝派弟弟 皇叶和皇奎 去攻打华州 要给自己留后路 皇奎偷袭华州 华州刺死王豫逃走 短暂的修整后 李克用发兵华州 皇叶皇奎必成不战 李克用只能围成 皇朝这边 梁天碑战败后 元气大伤 准备逃离长安 一方面 他派三万人 扼手前往商州的 蓝天要道 另一方面派上让 救援华州 李克用和王重荣 主动迎战 三月初六 双方在领口大战 上让再次战败 李克用进军东伟桥 每天夜里都派薛子勤 抗军力偷偷进入长安 杀人晃火 这让皇朝军事颇为惊慌 三月二十七 李克用攻克华州 皇奎逃走 四月初 李克用和中武军将领 庞崇和中军将领 白志仙 先一步带兵逼近长安 皇朝在渭水南 和李克用交战 一日三战 三战三败 没多久 一城军一武军也相继赶到 皇朝军害怕 逃回了长安 四月初八 李克用率先进入长安 皇朝在城中力战不胜 晃火烧回宫殿后 撤出长安 皇朝逃了 回下的将士 能逃的跟着一起逃出了长安 逃不掉的 要么战死 要么投降 皇朝从蓝田进入上山 为了拖延官军的行军速度 他一边逃 一边丢宝物 官军为抢夺这些宝物 行军速度赶不上皇朝 皇朝逃出生天 占领长安的官军 在城中大势抢掠 被皇朝和官军两拨清洗的长安 城中的皇国和百姓 所胜无击 杨富光前使到城都告捷 李宣大喜 大奉功臣 其中李克用 朱梅加奉同兵章使 朱温受宣武截度使 王重营为散州截度使 在延州设宝塞军 受宝大军行军司马 延州刺使李孝公 为宝塞军截度使 所有军阵中 收复长安功劳最大的 英属李克用 李克用当时年级28岁 也是主帅中最年轻的一个 又年轻又能打 各阵都十分敬畏他 李克用有一只眼睛 天生势力不好 所以当时的人 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独眼龙 长安收复后 朝廷让杨富光 留两万中古军守卫长安 各阵领军回阵 李克用在回去的路上 朝廷追守他为 河东节度使 把自宗党调到了行寨 河东军民很害怕 担心李克用会报复 没想到李克用到了河东 张榜安民 好严安抚将士 从此河东 就成了李克用的大白营 朱温带着张慧 和自己的数百不重 去了汴州夫人 汴州成了朱温的大白营 影响后世的两位萧雄 几乎在同一时间站完了脚 此时二人因并肩战斗之一 关系很好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 四只萧雄登上了类似舞台 他就是淮南的杨行蜜 那淮南发生了什么呢 跑出盛天的皇朝去哪了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节度使 请帮忙点赞转发关注 这对我频道的发展 有巨大的帮助 有了您的支持 新武的演义 才能越做越好 祝节度使大人万福安康 我是杨力辉